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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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杨阳 你看看网上这些人说的话 太过分了 没事儿 没事儿 什么大方大量没见过啊 你不要和他们一般见上 我快饿死了 一路上什么都没吃 我只是替你不平 我敢说 说这些话的人 没一个大游戏能打过你 那你也别去跟他们吵 小心被打成我的粉头 被打成我的粉头又怎么样 你的粉头还打算让别人当好 童谣小姐姐 你什么时候到基地跟我说啊 我去接你 我老婆把我拉黑了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她呀 我们战队就在你们 ZGDX旁边 你怎么让我当劝头啊 喂 是艾佳给我发微信 他说 他们基地就在ZGDX旁边 要下来接我 不是信任机 主要 还是想让我劝你 把他的微信拉回去 你打住啊 我陈静阳说话算话 你也不要微信 你如果敢帮她 你们一起讨论吧 不敢不敢 不过 你说我的队友他们 会欢迎我加入吗 那必须啊 大家都是人 凭什么对你挑三点四啊 什么年代了还高兴别歧视 你加入ZGDX 他们睡觉都会笑着醒过来的 那你说 他们也会欢迎五里饼吗 金斧头银斧头的故事 你听过没 做人啊不要太贪婪了 好了 去享受你的电竞生活吧 拜拜 国服第一玉藻前加入ZGDX战队 这是打破传统格局的开始 既北美赛区第一次接纳女职业选手 进入决赛后 中国赛区ZGDX紧随其后 或竞选养殖潮也转发了这条 你知道麦琳到底什么懒 她凭什么可以接替明神 ZGDX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打动笑容 并说服她以决战平安金开赛以来 中国赛区第一位女职业选手的身份 加入ZGDX的战队 并许罗她首发位置 老K 你看 ZGDX竟然找了个女的大手 要乱 你被欺负了 童谣表示 打职业其实和性别没有关系 她也不太懂 为什么以前一直是男生 站在这个游戏的巅峰 并职业 如果真的想去做 女生也不会做得很差 有完没完 新中单是你们家亲戚 话这么多 人也不是你家仇人 刻薄水啊 闭嘴 身上得我头疼 诚哥 队长 我的CV老大 这女孩是咱们家的新中单 你得关心一下 说不定明天人家就来报到了呢 嗯 听说还带了一只毛茸茸的小畜生 可能是我订的外卖到 劳烦队长大大帮我开小门 好 你在干嘛呢 上小号评论 我也不喜欢 陆思诚 怎么开门的是你 谢谢 我 我是讨厌 哇塞 好饿呀 诚哥 不再来一把 路人局太坑 白当大腿拉着上分忍不了 吃人头送你 比我杀得多 诚哥今天很暴躁啊 诚哥 我确定忍着不吧 后天就说句审核了 要是不想被扣工资的话 最少还差一百个 盛典外加三把竞技赛 咱们诚哥 凉了 不用挣扎了 掉一个段 扣百分之二十多月薪 自打这个规矩出来之后 诚哥就再也没有拿过完整的工资了 诚哥 咱们别任性了 任性扣钱哪 贵 没事儿 咱们诚哥有钱 诚哥 不对啊诚哥 这不是我点的外卖啊 我到ZGDX报到 并敲响了门 来开门的是诚哥 然后他拿走了我的外卖 说了声谢谢 就把门关上了 于是 现在我又站在大门前 还有我站大门 二三三三三 我们不开始现在知道这集DX的日程 不会 微博删了 不 微博删了 我不 再说最后一次微博删了 你先道歉 有生之年从来没有看到诚哥被对 为新来的小姐姐双击666 对啊 厉害 今天大家都这么勤奋啊 我还没来就把回看完了 锐哥 我来报到 你来了 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啊 这位就是童谣 传说中十九岁登顶国父第一 二十一岁单牌上韩服京都之主 站在百分之九十九男生肩膀上的 天才重男少女 你就别念通稿了啊 过了过了 锐哥 不管怎么说啊 从今天开始 童谣就正式接替名神 成为我们新的签讯中单了 欢迎 虽然你可能都认识啊 但是我还是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的商单 老猫 它是一个在游戏里 比肉的让外面脆皮色色发抖的 来来来来 直男 欢迎欢迎 就是反射糊有点长 你稍微别介意啊 反射糊长你说谁呢 不好意思啊 最近念的有什么 都 为什么为什么 这个呢是辅助 叫他小胖就行 同类奶妈 一个纯粮无害的肥宅 说我宅可以 说我肥就太过分了 我只是比较弱而已 小姐姐好啊 有事儿别着了 没事儿咱们俩可以一起双排 没问题 没有点 那位呢就是老K 我们的打野 你别看他这样 其实就是一个重要生子 老K 有他在 过来 明星可以在对面中单面前 肆无忌惮地横着头 那是因为有名神在 如果是换了别人 那就不一定了 接下来这位 应该就不用多介绍了吧 ADC 听说你刚才 把人家关门外了 我以为他是个松外卖的 松外卖能穿成这样 还抱一只猫 能啊 所以要把门关了 没盛装打扮一下 真是对不起啊 真是可乐 连别人穿什么都要管 你想 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啊 你的表情告诉我 你想说点什么 连别人想什么都要管 这是什么可怕的人设 对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猫 它要大饼 所以呢 所以我能叫你诚哥吗 你的猫叫大饼 跟我叫诚哥有什么关系 这是两个问题 看紧你毛茸茸的小畜生 我问过锐哥了 基地里没有人对猫毛过敏 所以我才把他带来的 有 谁啊 我儿子 诚哥 你这不叫过敏 这叫食物链 你不能压一只小猫咪的天性啊 嗯 他的猫万一吃了我儿子怎么办 再买呗 买不起吗 你少掉几次分 少罚几次款 够你子孙满堂了 诚哥 你放心 我一定会看好大饼的 保证你子孙满堂 好了好了好了 再说下去诚哥要冒货了 小野剑 走走走走 我带你去看看你的房间 嗯 好 走 交给你了啊小胖 好嘞 你笑什么呢 紫色满堂 你们刚才几个说的 不好笑吗 小野剑看看怎么样 这都是我精心布置的 之前小瑞布置那个房间呢 一看就是直男的思路 你看看我这个怎么样 我可是特意从网上给你选的 少女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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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对少女有什么误解吧兄弟 小姐姐 你看这个 我可是送了几百家店 才找到这种既有粉色花边 又有蕾丝的四件套 这蕾丝 漂亮吧 这粉色 是被小猪陪起吃进去 再吐出来的吗 还有这个 你看这个 多漂亮 多漂亮 戳下我的眼睛吧 再看看这个 火力鸟限定少女柔情款 多伟美 小姐姐 怎么样 好看吗 好看 我就说嘛 你可是第一个打职业的小姐姐 就来了我们战队 荣誉啊 所以 我们要好好地照顾你 给予你特别的关照 好了 我看太累了 那你就慢慢收拾收拾 早点休息 我就不打扰了 对了 桌子上给你放了一本战队手册 不过你不看也没关系啊 明天小瑞 会带你熟悉日常训练流程的 拜拜 拜拜 小姐姐 欢迎加入ZGDX 加油 拜拜